Hi 大家好,Fincident BD 巴拉托 今天又是上班時不斷看YouTube或日劇 看到港台最新的鏗窗集叫做別人貪男他恐懼 它的描述說 因為疫情的緣故令到香港或全球經濟都出現動盪 投資者的情緒仍然都高漲 很多新手入場,在股市波動時 投資者如何調整他的策略和心態呢? 他的訪問例子也頗有趣 所以值得來分享 第一個例子就是有個人 他本來是長線投資開港股 看到他非常低沉 於是轉了即日先去炒美股 但是我會覺得這樣做的時候 跟別人貪男他恐懼完全配到疑似 香港因為疫情 因為中美貿易戰 因為反送中 因為國安法 這樣就令到他十級以下 最高的時候是三萬點 年頭的時候兩萬八 現在變成兩萬四左右 如果不是騰訊阿里巴巴那些 就升了上去未跌下來 這樣可能變兩萬三兩萬二都未頂 在這種情況之下 每個人都恐懼 每個人都說要移民走資 不是應該根據那個slogan 你應該要入市嗎? 你居然放棄了這些 之後就去買美股 美股是甚麼情況? 我相信這個鏗鏘集不是即日就拍出來 他可能是拍了半個月一個月 那時候美股是在最高的位置 而那個例子是買科技股 還要先即日 這個應該是個個人都貪男 而你應該開始恐懼的一個市場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訪問對象是非常有趣 當然啦 訪問還訪問他也是要去反映投資的策略 以及心態 順帶一提 這句話本身最出名就是因為巴菲特 來形容整個市場 以及他的價值投資 但實際上價值投資 這句話只是說了一半 因為這個是說別人怎樣 是說整個市場怎樣 而你應該怎樣去觀察到市場 而不被市場所影響 甚至做一些逆向思維和逆向的舉動 但實際上價值投資的核心不是看別人怎樣 而是看你究竟能不能在市場當中 找到一些值得投資的公司 然後買入他的股票 這個過程當中要透過很仔細的分析 那個行業 同時間那間公司在那個行業內 能不能夠跑贏 在巴菲特的情況下 雖然這幾年他轉了很多 但是一直自古以來 例如他不會買金 因為他的波動 或者我之前有分享過 你很難去考慮 究竟他的股值有多大 因為他長遠來說 看reserve 金的運含量 開彩量有多 然後你就打個價 基於金的未來股值 這個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另外就是他不熟悉的行業 他不會投資 例如科技股 直到這幾年他找到兩條子的時候 他才開始來投資 或者某些行業 其實他幾乎從來不會投資 因為他覺得那個行業未必能夠有肉食 當他選好之後 他就要找到一間公司 有所謂的護城河 是一個市場專利 然後他能夠賺得多 比其他人 在我的字典裏 就是一班學生 找到一個好學生 然後你計算了他的股值 和他未來的升幅 各方面的理想情況之後 然後你才看別人 那個市場 究竟給他的價值是多少 價值和價值有多大 於是計算了 究竟margin of safety 如果大的 就值得你去投資 如果小的時候 可能要想一下 當然 他的partner 就覺得只要他 reasonable 然後有長線的價值 都可能可以考慮 這是價值投資的flexibility 當中 然後又有另一個訪問對象 他更厲害 就是買實銀 動動的銀 最重要的是 整個盒子拿回家裡去放 我覺得之前我分享過 投資貴金屬的問題 就是沒有息收 如果你可以的話 最多就是買一些金股 銀股各方面 如果不然 長線投資未必是最利好 但原來有部分人 會這樣來考慮 我自己會覺得 當你去想 長線投資 而回報率相對來說 是想高一點 這個人人都是想的 沒有任何問題 問題是你怎樣能夠 做到的事情 你很聰明 這樣你要知道 一些很基本的 一些常識 或者基本的一些 統計數字 之前其實投資101 我都有分享過 你看看過去200年 歷史上最高回報的 一些投資項目 這樣你就會很容易地 發現到股票的 投資回報是最高的 最高的 也都絕對跑贏 其次就是債券和房地產 這幾年房地產 或者這十幾二十年房地產 是比債券好 這樣 但是如果你看看200年 債券是好些 當它房地產好些 這樣房地產的回報 可以跑贏股票的 唯一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槓桿 比這個股票更大 然後才到其他 譬如Tbill 黃金 最不值錢的當然就是 拿著Cash 當你這樣看的時候 簡單來說 如果你真的想把回報發到最大 就不用想其他就是股票 但是你會說 高回報的就會高風險 但是你就要看究竟什麼為止風險 風險實際上是一個statistic的數色 是說總算是一個數量 == 是一個時段 不同的價值 這樣法來法去 那個法的幅度有多大 那就叫風險 但是如果擔長二百年 如果你是長渣某一個index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風險 否則風險本身是違反的 因為就算怎樣做都好 拉均的trend都是向上的話 只要你抓到這個 就已經足夠了 所以為什麼投資需要長線 因為當你長線的時候 可以令到風險變得evaluant 但是你只要肯定幾件事 就是那個index 包庇特說如果你不懂投資股票 你就只買index 那手續費又相對低一點 如果你買etf 你就要肯定那個index 幾十年之後都還有 就不會diminish 因為 投資市場有些真的會不停萎縮 你看回日經 因為日本的經濟迷失了20年 結果他也是 迷失 最近幾年因為安倍 就好 又或者譬如上證指數 up and down go crazy Risk 是絕對不讓美股低 但是 Return 基本上你長線投資是沒有的 甚至乎虧 這個需要注意 如果不是其他東西 其實你就可以安枕無憂 一住持住 都沒事 當你買 一隻的股票的時候 你就怕它倒閉 所以你一定的study 是需要做 就算你做完study之後 正如我所說的 巴菲特 他就是 怎樣價值投資 就是找一些 最好的學生 以至到 你能夠 將風險 不單止 調低了 因為長線 因為你做了很多study 而且 你令回報 比起普通index 更高 做到一種 叫做 高回報 或者更高回報 但是相對來說 更低風險的效果 這個不是 做不到的 問題就是 你不能夠朝著這個方向 去努力 所以當你真的嘗試 如何to do 除了你聽 Billy Barra Talk 又或者聽你自己喜歡的財經演員 KOL Youtube 那些影片之外 你也可以穩打穩摘的 去大學那裏 讀一個 Finance Certificate 他可能包括了 Personal Finance Corporate Finance Equity Valuation Fixed Income 各方面 你知道多了這些 你才去選擇 看看一些實戰上的 Courses 有很多人都在 提供 不過都要小心 因為這個 鏗槍集 都有 第三班人 被困了 很多網上 的 師傅 WhatsApp的群酒 原來最後 困你買些 鮮屎股 最後 輸到一殼眼淚 這些都需要來 注意 有一些 長遠來說 都是 給你 很多 好juicy 亦都是 獲益良多的雜誌 例如 Economist 這些都值得 去 幫到你 進修 今天分享到這裏 某程度上 濃縮了 這個鏗槍集 講 我自己覺得 比較穩打穩擇的 投資 一個 進程 和修煉的方式 同一時間 無論是恐懼的時候 或者是貪婪的時候 其實 你的目標 究竟 要求有多高 巴菲特 每年 投資 過去50年 平均 是 19% 左右 整個股市 過去 200年 是 10-11% 回報 如果 扣除了 Inflation 是 8-9% 回報 如果你的目標 是超過 19% 一年 20-30% 甚至乎 幾百% 可能 未必會 不斷 但是 我亦都明白 如果 Below 20% 一年 大部分 投資者 都會覺得 扯 我聽 其他人 都算 這個 需要你 注意 Anyway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你 Subscribe Like 和Share 請